怎么折衣服省空间 衣柜里面堆太多的衣服不仅不利于衣服的整理摆放 还容易让衣服出现褶皱 那么怎么折衣服省空间呢 折衣服最省空间的方法就是将衣服折成圆柱 这样方便收纳还不容易松散 在折衣服时 首先将衣服平铺在桌面上 将拉链拉好 然后从衣服的底部翻折一圈 直到衣服的三分之一处 将衣袖从底部翻折到中间 再将袖口翻折 另一侧的衣袖重复此动作 将帽子翻折到衣服上 然后从帽子处开始将衣服裹成圆柱形 最后将底部翻折回来 包住衣服就可以了 在折裤子时 首先需要将裤子平铺在桌面上 整理好 然后在裤子底部 三分之一处将一条裤腿翻折紧实度 从裤腰处开始将裤子裹成圆柱形 直到最底部 然后拿起卷好的裤子 将裤腿翻折过来 包住裤子整体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折衣服最省空间的方法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